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疼的抱抱自己 这几天黄金跌的可以说是非常快了 幅度也是非常大 我知道一些空头可以说是赚了点大钱 还有一个让很多人都爽的一点 就是空头跌的特别顺畅 不过节也是见怪不怪了 因为基本上上涨的都是磨磨蹭蹭 下跌的倒是酣畅淋漓 怪不得历史上那些投机大鳄都喜欢做空 省过做多 其实和股票一样 黄金有着相当稳定的季节性规律 三月底往往会看到现金流入股市 推动股市上涨 随着投资者的转投股票 资金往往会从其他投资工具流出 随着市场进入三月 这种情况正在上演 就像过去几年经历了长期的一个中期性模式一样 黄金也会在一年里出现一个小熊市 在目前的波动机制下 这个迷你熊市计将在三月左右开始 黄金在接下来的三个月的平均跌幅略高于4%了 在当前的波动机制下 这个迷你的熊市季节实际上是更为强劲 在此前的波动机制当中 三月是唯一一个持续疲软的月份 这也是由于现金流入市场 通常是以牺牲其他投资价格为代价 那么问题来了 黄金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虽然三月份不是黄金表现最差的月份 但也不是黄金表现最好的月份啊 通常情况下金价往往会在三月下跌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呢 金价下跌往往发生在当年的头两个月 黄金出现大量买入之后 从2019年的这个情况来看啊 金价在二月创下最高点的时候呢 一度较年初上涨了5% 遗憾的是年在过去两周 这种涨幅基本上被抹去 这意味着看涨黄金的季节性支撑 在过去的一周可能已经基本走到尽头了 对于黄金后世的展望呢 本周可以说有多个经济数据和事件发生了 澳洲 加拿大 欧洲央行将发表粒粒决议 美联储将发布经济状况和笔书 黄金必交迎来一系列的考验 最后 巧黑版 挖重点 看过来 这个飞能不一般 今年最爆的交易比赛当然是 AC1C1第一届亚洲交易杯 时尚最残酷石盘交易淘汰之类 这个亚洲杯应该是我入行以来 听到的奖金最高的一次 保底15万美金 高达百万人民币 16点开始 外卡赛 14名仅一名突围总决赛 总决赛可怕的车轮战 十锦六 六锦三 三锦一 超强的心理素质 高超的比赛技巧 还要合理考虑自己实际账户资金的风险 最后的15万美金大奖花落谁价让你们拭目以待